Hello 大家好 我是Pyger 今天跟大家講講有關日本的創價學會 因為他們最近的第三代會長 也就是現在的名譽會長 池田大作過了身 借這個機會來介紹日本的新興宗教 新興宗教其實在日本的定義就是 在明治時代之後創立的宗教團體 單單看這個名字的創價學會 其實感覺不到他們是跟宗教有關係的 我覺得就 不過他們就切切實實是一個宗教團體 他們在日本叫做是挺有影響力的 他們宗教團體所公佈的數字就是 日本國內大概有820多萬戶的信徒 要留意的就是 他們所公佈的數字是戶口數字 而不是人數 如果以一個戶口有1.5個人來計算的話 全國大概有1千多萬的信徒 而在日本以外的話 大概就全世界有220萬信徒 在香港、澳門其實都是有分佈的 我想其實很多人應該都有聽過這個名字 只不過就是日常生活上面沒有怎樣留意宗教團體的存在 但這個團體到底是一個怎樣的宗教團體呢 會不會又是好像這一兩年在日本很多人談論的 韓國統一教這樣是充滿爭議呢 在這幾天日本媒體就報導 他們的榮譽會長磁田大作是過了新享年95歲 其實我很小時候已經聽過這個名字 是有接觸過這個人的事的 其實就是 我還記得以前在我剛剛學日文 接觸日文的時候 很小時候 是曾經拿過他們這個團體裡面的一些小冊子來學日文的 至於為什麼我會接觸到這些看物會認識到這個宗教團體呢 因為我身邊是認識有人是這個會裡面的信徒來的 不過就詳細不在這裡再多說了 本身這個團體是創立於1930年 他們的信仰是源自於日本佛教的日年宗妙法連華經 他們念經是念南無妙法連華經的 他們跟念南無阿彌陀佛是不同的 南無阿彌陀佛是屬於淨土宗淨土真宗那一邊 創教學會當初成立的時候 就跟其他一些新興宗教是有一點點不同的就是 其他宗教的話 很多時候他們都會說 他們的教宗是因為最初是受到神的感召和啟示 而創立新興宗教 但是創教學會就有一點點不同的就是 在1930年的時候 當時作為小學校長 59歲而信奉日年大聖人佛法的一個叫做木口常三郎的人 他召集了一批教育工作者 當時以日年佛法為基礎來進行啟發自我 以及以教育改革為目的而創立一個叫做創家教育學會的團體 以及會發行一些刊物雜誌 感覺上就有點像是讀書會這樣的組織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因為軍政府希望統治思想 而創家教育學會反對軍政府的做法而被打壓 當時會長木口常三郎連同一批幹部被送入監牢 而當時會長死於監牢之中 來到戰後一批幹部也被放監 當時理事長胡田成勝決心推動這個組織改名為創家學會 而在其他會員推崇之下他成為第二任會長後來成為國家認可的宗教法人 團體規模也逐漸壯大 在戰後沒多久的時間整個學會 全國大約只有三千戶家庭的會員左右 但到了1958年左右 全國已經大約有75萬戶家庭的會員 當時他們推行一個叫做節復大行進的做法 所謂的節復其實就是源自於一個佛教用語節破催復 意思其實就是要令迷途的人 是醒覺引導大眾去歸依我佛 以及剛才也說了 這個創家學會當初的會長是信奉日連中的 而這個中派其實對於自己以外的中派 是比較排擠和帶有攻擊性的 所以由50年代開始 這個創家學會所進行的一些招攬信徒的行為都比較激進的 比如說他們是會逐家逐戶去拜訪 如果有家庭是想要入會的時候 而家裡又剛好才放了一些其他中派的佛壇 又或者是神道教的神壇 他們是會即場銷毀的 又或者是半強制性的逼人入會 根據日本維基的資料 原來曾經在1959年的時候 有一名是19歲的少年被強制入會 那這名少年為了逃避這班人 就發生了一宗跳樓輕生的事件 但就找不到一些詳細的報道 有時候又會去其他宗教設施的聚會踩場 比如說天主教、基督教等等 不過就不管手法是怎樣 最終都是達成了第二任會長想要增加會員人數的目標 亦因為這樣吸引到一些地方國會議員的注意 希望他們可以來協助他們參與選舉 亦令創家學會意識到涉及到政界的可能性 後來去到1960年的時候 池田大作就繼任第三代會長 當時他只不過是32歲 他上任之後亦很致力於壯大這個組織的規模 去到1962年的時候就創立了公明政治聯盟 在兩年之後亦滿足了日本政黨的成立條件 成為唯一一個宗教政黨、公明黨 去到70年代 全日本的會員人數已經達到750萬戶 亦都是因為這樣 令到他們的政治聲勢越來越大 當選議員去參政的人數亦都是越來越多 即是有這種選舉分勝負的想法的話 會不會是有一點偏離於佛法的思想呢? 去到1991年的時候 日本的日年正宗佛教跟創家學會分道揚標 就不承認他們的信仰與日年中有關係 不過就沒有影響到這個團體對於政治的熱誠 而且後來還成為了執政黨之一 創家學會可以發展到今時今日的地位 都可以說是這個池田大作功不可沒 除了是國內的發展之外 他也很致力於發展海外的分佈 還有六七十年代很重要的一個議題 就是這個日中關係正常化的推動事業上 這個池田大作都可以說是重要的推手之一 所以池田大作過世後 現任首相岸田文雄都有在網上發表悼念 他表示池田大作對於國內外的人類和平 文化教育的促進有很重大影響 其實岸田文雄這樣做已經引起很大的爭議 韓國統一教那邊涉及到干涉政治問題還未被解決的時候 而你這樣做又再次提醒所有人就是了 就算沒有了韓國統一教解決問題也好 還有一個功名黨在 功名黨就等同於創家學會 雖然功名黨的網站上有寫明說 這個創家學會只不過是他們背後的支持團體 功名黨始終都是以服務大眾為優先的政黨這樣說 雖然最近這十幾二十年創家學會的形象是稍為有改善 起碼比起以前就不會令人生厭 因為以前的話 這個教會所做的事是充滿著攻擊性 包括是他們吸納信徒會員的手法 又或者是他們對其他宗教信仰的排他性 一般的日本人其實都會自我地認為是自己沒有宗教信仰的 他平時雖然會去神社參派 死後可能會進行一些佛教的葬禮儀式 很多人都會認為這只不過是世間常識 人人都是這樣做 就不會認為這是體現信仰的行為 但以前的創教學會是會反對這樣的做法 某程度上他們是站在普遍日本人價值觀的對立面 另外好像韓國統一教一樣 要求信眾巨額購買信物又或者巨額獻金這些行為 在創教學會裡面有沒有發生呢? 曾經是搞笑藝人 現在就是西東京市議會議員長井秀和 他曾經以異世信徒的身份說 他的父母到目前為止已經進貢了給創教學會 大概有四千多萬人員 所以某程度上可以這麼說 韓國統一教的問題不是個別事件 但有關這方面的問題 媒體會不會去報導呢? 這就令人質疑了 以及公民黨本身已經很努力地剔除背後創教學會的色彩 但始終沒有辦法否認 他們的母體是屬於創教學會的 自從1999年開始自民黨邀請公民黨聯合執政之後 除了2009年至2012年中間失去執政黨地位之外 基本上都影響整個日本的政治體系 現在他們的會長池田大作 死了之後某程度上失去了一個相當有份量有影響力的人物 再加上組織中的會員信徒都開始高齡化的時候 也影響了一定程度的吸票能力 不過我想對於整個日本的政治架構 應該都不會有很大的影響 好啦 那我就先說到這裡了 對這條影片有什麼意見 大家都歡迎留言 或者你們身邊有沒有認識一些朋友 是這個創教學會的會員呢? 或者你們是不是會員呢? 有什麼意見或者經歷都不妨留言分享一下 如果可以的話 喜歡影片的話記得按讚和訂閱 也可以訂閱我另一個是日本日常的頻道 也可以選擇用這個Superfans來支持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